看看新闻网 说到这个刘翔啊 2004年一战成名 如今呢也已经是过了儿立之年 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终身大事了呢 不要着急 一向低调的刘翔呢 近日啊就悄悄的把证给领了 娶回了美娇娘 那么这个姑娘到底是何许人也可以征服得了刘翔 做得了我们上海媳妇呢 今天我们新娱乐在线 就帮大家做一个独家大揭秘 9月8号刘翔和神秘女子手捧鲜花 出现在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的照片在网上疯传 据网友爆料 刘翔当天并没有领证 而是要于9月9号这个好日子再领 于是9号一大早 我们新娱乐在线记者就赶到普陀区民政局 希望可以见证刘翔领证的幸福一刻 当天现场来了不少媒体同行 大家等候多时 始终没能等到刘翔的到来 更别提传说中想扫的身影了 昨天又来今天又来 然后大家都很好奇是为什么 就在这时 我们新娱乐在线拨通了刘翔父亲的电话 原来这小两口已经领好证了 前两天领证 不过她们今天呢 比如说在网上上呢 她是公布一下 因为今天9月9号嘛 9月9号嘛 她说今天一天 没过多久 刘翔也更新微博 向广大粉丝宣布了这一喜讯 我最爱的她和她 紧接着一句神秘的香嫂也甜蜜表白 我最爱的人 最爱我的人 谢谢大家 于是这位幸运的女孩终于曝光了 姑娘名叫葛天 个子高飘 容貌脚好 山东妹子 90年提升 比刘翔小了7岁 中央戏剧学院毕业 和甄嬛传中幻璧饰演者 蓝莹莹是同学 葛天闯到演艺圈也有景言 但作品不多 参加过一些比赛 曾在《钟爱6》组中 客唱过一个小角色 也在网络剧《青春大爆炸》中演过女主角 这些葛天是刘翔的粉丝 早在2008年就有缘和过瘾 真正相识是在伦敦奥运会后 刘翔到美国疗伤期间 两人正式确定恋爱关系 大家好提的是 葛天到底是何方神圣 怎么就俘获了刘翔的心 嫁给了飞人 网上也是猜测四起 有人说葛天家境十分殷实 父亲乃某国企高层 也有网友发现 葛天早年的照片和现在差别不小 以前缘风滚的两旁 现在是标准的锥子脸 又有了整容一说 据悉大胆烈烈的葛天 对整容一世毫不评讳十分大方 我们昔日了在线 独家联系了葛天的朋友 到底朋友眼中的葛天 是什么样子呢 葛天实在太低调 领重这事 朋友也是看了报道才知道的 同时他证实葛天家境英时 为人豪爽 仍然很好 采访中这位朋友也向记者透露 因为葛天一直喜欢 个子高运动性的男生 所以突然爆出他和刘翔结婚 作为好友一点也不惊讶 说他喜欢个子高的 喜欢个子高运动性的 翻看葛天的个人实名认证的微博 可以看到他的微博不少是有关做菜的 难道婚后就要专心送刘太太了 对他应该是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不解析了 不开析了 如此突然的胸部婚讯 难道葛天已经怀孕了 过去看啊没问过的 山东妹子性格好爽 如今为了家庭开始放弃工作 怪不得刘爸爸对葛天这个整儿媳妇 如此赞赏有加 是不是对儿媳妇特别满意呢 那是 那他肯定的肯定的 一夜之间便是刘太太的葛天 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对此他也通过朋友表示 谢谢大家关心 但自己不愿受到太多关注 大家多多关注刘翔就好 说到刘翔 除了他的惊人的跨栏技术 感情生活也一直备受关注 曾经的他一谈到 婚姻大事就是很是害羞 但还是有几个不得不提到的名字 首先就是东日娜 作为央视体育记者 东日娜一直跟随着运动员刘翔 有刘翔的地方就有东日娜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刘翔因商临时退赛 现场的东日娜忍不住哽咽了起来 从我们要大家给他营造一个好的氛围 轻松的氛围 让他从第一轮比赛开始 就忘掉自己的脚车 东日娜 东日娜我们能理解你的心情 这样的紧密相随 也让两人传出了绯闻 2009年东亚运动会 港媒拍到飞人 与娜姐不一愣呼 广积的图片 从此刘翔女友 就是东日娜的消息不禁而走 而无论当时如何辩解 网友似乎都不太买账 如今刘翔先不结婚 也有不少观众感慨 为什么不是东日娜 我们记者拨打了东日娜本人的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 和刘翔传出过绯闻的 还有世界小姐张子玲 同门师妹王丽 女排国家队选手薛明 但这些绯闻最后都不了了之 不论刘翔本人 还是留爸爸留妈妈 对飞人成家一世都很是严谨 如今飞人刘翔终于找到了 他除了跨栏之外的最爱 妻子葛天 我们也祝福一对新人 幸福生活甜甜蜜蜜 上海人你可都等着你们的婚礼呢 谢谢大家 再见 终好